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你住外面 你可能會看到 可能不一定 每一個層樓都在同一個位置 像我這邊是 這裡是一樓 然後上來二樓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變電箱 然後其實常常住外面 你有時候跳電 然後自己解決的話 還蠻簡單的 就像這樣 你看喔 這裡有一排嘛 然後你這裡有很多個 所以你就對應 比如說你住住這裡 那就是這兩個是你的 比如說這個104010 那就是倒數 第三第四是你的 然後通常是往這個方向 就是班開始有電 所以他跳電的時候 可能就跳一半 或是整個跳過來 然後其實這種事情 不需要這個 不需要你的那個 管理員幫你解決 因為有可能 你跳電的時候 這個會沒有辦法 馬上找到人嘛 所以就自己解決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就過來這裡 然後把那個 原本跳電 跳一半 跳右邊 然後把他搬回左邊 或者是你用 來回一個 然後這樣就給他 給他reset這樣 然後就回去 你就會發現你的電油 這樣 對 這個大概就是 跳電這件事情 就是很可以很快的 處理 那我相信就是 如果你往 三樓走的話 他那應該有個便電箱 那 至於你的 到那個便電箱在哪裡 可能你搬進來的時候 要我詢問一下 那 基本上住外面的人 都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 好 今天分享這個給大家 希望大家遇到跳電的時候 以後不要慌張 就是這樣就解決了